嗨,大家好 我现在在县城的幸福小区 在幸福社区对过的这个道子 在国家店我们对面 我要去吃一家老字号的面馆 在我的身后 做白家面馆 你去看看吧 这家面馆也是网友给我推荐的一家 三块,刚才给了四块 是牛不够摊熬的 因为他们家是香羊为数不多的几家 就是自己摊面 现在大部分的餐馆都是给你送的是熟面 打好加工好了 早上就直接一烫就可以做了 然后他们家呢就是要求送过来都是生面 然后自己打面 你吃啥子 快点,我这小的份儿的 这一碗是十一块钱,牛肉牛杂两斤的 测试挺好吃的 压不是放的牛油 放的是素油 面条的口感是别的筋道 也都是这种带筋的 非常有嚼劲 今天就不喝黄酒了 有的特别牛肉味特别重的那种 我就得吃一口面喝一口黄酒 吃一口面喝一口 它的油可以啊 吃着吃完也不腻 比较适合我这种偏清淡一点的口味 对 外地的有一些吃那个牛油的话 就感觉就像吃牛油火锅 牛油太大了 我跟人们不习惯 都吃完了 它是非常香的 我觉得它家的面条 十分满分的话 我也可以打九分 大姐你们家以前是不是没有招牌啊 我没有招牌 菜有它们在一间 好吃的很 好吃的很 你没有每天早上几点钟营业啊 5点半 5点半到几点 开到几点 11点 你们每天能卖多少面啊 卖 167 我来解释一下啊 因为他们家卖的这个是生面 160斤 然后跟那个熟面的那个 含水分的熟面的那个量就不一样 它这个生面160斤的话 转换成熟面的话 应该最少有个200斤 小贴士 对对对 看来全个是大功能熬出来的 我们都从三个跑过来吃 是吗 我以前在酒店那里吃 嗯 嗯 半斗了我都开始喝那面跑过来吃 嗯 我今天不吃都在想着我 哈哈哈哈是吧 嗯 这在倒黄酒是吗 是的 可以不动下我当明天 可以 这一家像居民楼这样的一家居 他们家是全部都是回头客来他们家吃的 哈哈 哈哈哈 先搬去 然后走吧 就算了 我们够译的 剪刀 我们够译的 我们牧嘴 我们够译的 那一家伙子